哇塞 好正喔 你怎麼都是在賓館 對不對 沒有 都是在家裡 沒有家 我笑一下 哇 真好看 太漂亮了 這個 這個太雜誌了嘛 他要去逛名牌 然後我們就進去逛了名牌店之後呢 他就說 這個包包你喜不喜歡 他說 這個 太實了 陳小蕾 陳雷 陳雷 49公斤 陳雷 誰說陳雷 小肉看不懂 你學陳雷不會是 歡迎 亂講 真的不像 三尾32C20 32 還亂 單身一年半 一年半了 很久了 一年半是真的 小蕾 極品小蕾 小蕾 這個就不應該了 這麼厲害 小蕾 幹什麼東西 小蕾 什麼意思 來 請看照片 拍照 工作長 小工作長 小蕾 單身 這樣 下一個 好正喔 你怎麼 都是在賓館之類的 沒有 這是在家裡 天要加 我笑一跳 真好看 太漂亮了 這個 這個太 雜誌了嘛 這個 你有沒有想過男人 為什麼不敢拍照 很難聊天 而且很多人會覺得 我看起來很像 有公主病 真的 你今天穿得跟公主一樣 我以為有公主 對 就覺得應該 毛很多 你毛病 毛病很多 毛病很多 沒有 我想說怎麼跟你聊 你聊這麼深喔 我跑 不是耶 太厲害了 我是有認識除毛的啦 但是你 不是那個 你毛很深 會天然的 天然的 應該是有清楚 就看起來 但是妳 妳是一個隨和的人嗎 我覺得我還滿隨和的 妳覺得 應該要別人覺得 沒有一個人說出來 我跟你講我帶刺 大家討厭我 我討厭大家 沒有這種人的嘛 對耶 我沒想過耶 我自己覺得我還滿隨和的 我們還是先問 一年半之前 妳為了什麼事情分手 就是 如何不合 因為 我就是不管做什麼 我那時候男朋友都會 嫌 嫌棄我 不管我做什麼 或是我在工作上 可能遇到不開心的事情 我如果想要跟他分享 他都會先指責我 不對這樣 沒有在你的立場照相 不是啦 久了就會覺得有點累 那是一個不懂事的男生 而且他不愛妳 你們在一起多久 會發生這樣的事情 一年半 他不愛他 太快了 那個熱戀期已經過了 他想把妳罵跑 可是我從一開始 跟他在一起 他就是這個 等一下 他比妳大很多嗎 五歲 有可能 一開始他就對妳這樣 對 那妳為什麼要跟他在一起 因為他追我八年 所以到了以後就 八年 對 那妳真的很難追耶 他追妳追八年之後 開始對妳這樣子 因為他追我的時候 真的對我超好 對 純報復 我後來有覺得 純報復 對 結果 所以就有粉絲 其實我跟你講 小學老師講的話 我覺得 其實冥冥之中 有點像算命 他把妳這輩子 一些事情算出來 真的 像我小學的時候 我老師給我的評語就是 那妳是什麼 我小時候是 就是有 在那個中間 上課的時候 我跟老師說我要去上廁所 然後出去之後 因為對面洞就會有那個 小男生們 是 我看到我就會 不知道為什麼要 笑話 就會叫一下 結果我回教室之後 老師就 因為他說我 妳把我擺在哪裡 他說我出去招風影碟 你們老師怎麼這麼暴力 我那時候還聽不懂 什麼是招風影碟 女老師 你看 女老師 心裡有問題 多小的時候 可是我那時候才 國小六年級耶 國小招風影碟 老師心態有問題 沒有 有的老師 他會比較極端一點 偶像劇看太多 對 是少數啦 其實有的時候 我們也要注意一下 老師的那個 心裡的輔導 對 真的 因為他每天這樣 教小朋友 其實他自己 他心中有很多苦 寂寞 他一點不能透露出來 是 你知道嗎 像我們有時候不爽 我們還可以 我們去喝一滑 什麼 他們不行 我心裡不好 來我們改作業 壓力很大 壓力很大 是 有人很瘋狂地追求妳 也是有遇過 因為我之前有 就是到日本去 交換模特兒 當三個月 然後就住在日本 漂亮喔 然後就那時候有一個 妳住在日本 日本 天罪 沒有 反正因為那時候 有一個男生就是 喜歡我 結果他就特地來日本找我 台灣人 台灣人 然後他就說他要來工作 順便來看我這樣 然後我們就有去逛街 然後他就說他要去逛名牌 然後我們就 進去逛了名牌店之後呢 他就說 這個包包你喜不喜歡 他說 你跟我在一起我就 送你 這個... 太直接包了 我們一定是先買給他 走... 很俗氣 而且我們一定是買給他 我跟你講 帥 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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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對 花言巧語型這樣子 帥... 謝謝大家 幹話哥 我有解釋 這是一種鼓勵 對... 在主持界的那個 算是一種鼓勵的 剛好 我後來是直接跟他說 有必要 對 因為你這個有點侮辱人 對... 有點交換價值 對... 他等於在買你 對... 感覺很不好 不行 我們還接受 是 而且那個感覺很糟糕 飛這麼遠 見到面應該是你知道 應該會有些化學作用 結果弄一個 我送你包包一包再一次 人心隔肚皮 他搞不好跟那個店員串通好了 真的 誰跟你串通這個啊 可是你又知道一件事情 就是說 曾經有一個男生 安聯你很久 我是到很後來才知道的 OK 後來你知道了 我後來知道了 你怎麼處理 把他滅狗啊 沒有 因為後來知道的時候 其實因為他也交到女朋友了 我們就是已經 大家都... 這有最痛苦耶 太好了 因為他一直扯就覺得 我有男朋友這樣 就一直沒有 動手啊 對...就沒有 主動追求 沒有行動 什麼樣動手 沒有行動 沒有行動 沒有動機 一個人 這個就是標準的 有緣無分 對 那我請問一下 就是這兩個男生 你給他們什麼樣評 算了 好像好難喔 對 都是可以考慮的 就覺得人都還不錯這樣 是 那我們如果約你去吃飯 是OK的嗎 為什麼 你不喜歡 我不喜歡人家話太多 是喔 而且我不喜歡講電話 我不喜歡男生一直要打電話 來跟我那邊聊天什麼 見面講話 見面講話可以 可是那種 硬要聊天的那種 我就不喜歡 我跟你講 他好喜歡硬聊 對 我都不硬耶 我那天跟他錄影 他怎麼回事 韓哥 你明天去日本是不是 對 你白癡啊 後天我們還一起錄影 我明天去日本幹 我硬聊 對不起 對於長相來講 男生 什麼樣長相的吸引 長相喔 對啊 你現場可以看哪一種 平潔也在這個選項 對啊 平潔也在 七個人長相都不一樣 對啊 親愛人 哪一個是你覺得 親愛人 這是比我高個十公分 大家都有 有 沒有 沒有 他穿高跟鞋啦 對 我們這個好不好 最紅的小生 你覺得怎麼樣 很帥 是 可是他說 他的男友 什麼都可以沒有 對 為什麼 因為現在很多女生都喜歡 男生要開超跑 什麼那種很帥 但我覺得男生 騎重機看起來比較帥 比較帥 我推薦一位 我的好朋友 對 他是騎重機非常有名 我今天有準備他的照片 來看一下 好帥 帥 帥 很帥 就是最像本物 很帥 好帥 嚇我一跳 好帥 沒有 沒有 你啊 你耶 這樣講 謝謝 你為什麼特別喜歡重機 我喜歡有男人味的 嚇我一跳 妹 對不對 有男人味 所以年紀輕輕開賓士 你覺得這種人就是虛滑的 我覺得有一點 我沒有年紀輕輕 三幾歲 三幾歲 我還不知道B是什麼 我沒有看過B是 如果他三幾歲會覺得 虛滑虛滑 我到現在還騎重車而已 對 屁啦 那你那台給我 來 盆口那一台 來 後來我老婆的耶 對不起 你好懂耶 不是誰開的車 那台車就是屬於那個人的 對 懂嗎 不要光看外表 我都每天早上起來為什麼 他都要先撿 對 借我開箱 對 因為男人借我開箱 好不好 好 那個你不錯 希望有志之士能夠 拿出你的真誠 好 騎著重車 追他 追陳小蕾 對 追到車壓他的腳 開玩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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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重車壓過去會突然的 請坐 謝謝 謝謝